I miss you 愛你愛你 隨時都要一起 欧揚娜娜家暴同居 甜菜男生24歲 改自陸羅生刀垃圾 不戀青 欧揚娜娜再次因為緋聞傷熱搜啦 這次被拍到南方住進他的閨房 待了4天 他羅上勝出來刀垃圾 一甘麻麻掉了可惡 而此次的男主角 就是打他兩歲的星星宅子路 曾在餘生情多 只叫飾演肖戰的弟弟 宅子路因和娜娜合作 拍攝新的MV認識 在幾點 凌晨1點 我們的男主角小宅 受功了 雖然我這兩天都在錄Vlog 但你從來沒有跟我的Vlog 鏡頭打過招呼 那你不應該問你自己的分子嗎 為什麼不讓我自己的感覺 你說說你拍我的MV的感受吧 拍娜娜娜的MV就是 開心 好開心 這兩天跟娜娜在一起很開心 拍得很開心 我最好跟娜娜說 再見了 為什麼這麼感傷 哎呀 不用感傷 兩人愛的MV拍著拍著 就成真主情歸方啦 就這樣愛你愛你愛你 你隨時都要一起 你好愛情 我就愛這樣天晴 因為你 說巧不巧 娜娜新年期曝光的日子 剛好前前緋文男友陳菲宇的新戲也上線 當然就這樣同況被網友銷售頂峰相見啦 就慢熱一點 對 所以就送給他 娜娜和陳菲宇因合作電影蜜果認識 我踏過雨後草地 悄悄經過你的半徑 我望著窗外放晴敲盤下個零書相機 然後就被發現穿同款衣服 再同款食品 當然走得太近 還被捲入大陸娜樂圈兩大白富美前進排檢事件 美和請娜娜前線陳菲宇失背 美和發了一片疑似暗指娜娜的吻 別到處著華惹草還顧著你朋友的男票 不過覺得戀情曝光沒多久 陳菲宇推了娜娜IG減減退燒 之後娜娜和范澄澄合作陸眾 又被抱熱戀愛NG 然後又被發現一次穿同款外套 范澄澄手上的蝴蝶刺青曝光後 一位蝴蝶的韓文念法Nabi 就是娜娜的暱稱Nabi 被視為戀情鐵證 但陳菲宇的經濟公司馬上否認 這回小的被拍到直接主禁 他宅還宅了四天 喔 看來小宅真的婆宅 技術男的過去每段緋問男友都是天才 堪稱男神收割機 再次請坐下隨便的膝蓋